星期三上午九十至十二十二十二分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十日星期四上午九十三分至十一時四十三分 地點本宴情形樓九樓大禮堂出席委員曾明中委員等十三人 內席委員劉建國委員等三十五人 內席官員一百零五年三月七日星期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立林率首屬單位租管等 一百零五年三月九日星期三財政部部長張盛和率首屬單位租管等 一百零五年三月十日星期四中央銀行總裁彭懷蘭率首屬單位租管等 主席如召集委員秀苑一百零五年三月七日星期一報告四項 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議事錄確定 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王主任委員立林率首屬機關首長 暨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監管相關機構有關之財團法人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等類似業務報告 並被質詢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王主任委員立林提出報告後 既有委員哲民中等15人提出質詢 經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王主任委員立林及相關人員已以答戶決定 一報告及刑檔完畢 二委員執行為及答戶部分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一週內以書面答戶 三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疫情 以期限內分送各相關委員及本席 105年3月9日星期三 邀請財政部張部長盛何率 所屬機關首長及國營事業董事長總經理 含各轉投資事業機構工股代表之董監事 類似業務報告並被質詢 經財政部張部長盛何提出報告後 既有委員哲民中等15人提出質詢 經金財政部張部長盛何及相關人員已以答戶 決定 一報告及刑檔完畢 二委員習正位林靜縣首提書面執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以書面答戶 三委員執行位級答戶部分 請財政部一周內以書面答戶 四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疫情 以期限內分送各相關委員 105年3月10日星期四 邀請中央銀行彭總彩懷欄率首屬單位主管 及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類似業務報告並被質詢 經中央銀行彭總彩懷欄提出報告後 既有委員哲民中等12人提出質詢 經金中央銀行彭總彩懷欄及相關人員已以答戶 決定 一 報告及審檔完畢 二 委員執行位級答戶部分 請中央銀行一周內以書面答戶 三 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疫情 以期限內分送各相關委員 先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各位的各位委員 對上次的議事錄有沒有意義 沒有 沒有意義 那我們就確定 我們現在請我們的議事人員來宣讀今天的議程 今日議程 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 使主計長素媒 審計部林審計長慶榮 率 所屬單位主管列席業務報告並被質詢 先讀完畢 那今天的議程我們就按照這樣沒有意義 好 接下來我們 因為今天是業務報告 我們請 請了主計還有審計來向各位委員做說明 所以我們現在 來介紹一下我們在場的委員 讓大家彼此認識一下 那首先介紹我們立法院 我們資深的委員 我們的李應元 李委員 好 我們的吳秉瑞 吳委員 好 我們的曾明忠 曾委員 余婉如 余月文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列席的官員 那我們行政院主計總處的主計長 石素媒 石主計長 好 我們到場的主任秘書 呂秋香 中和規劃處的處長 黃淑娟 公務預算處的處長 李國興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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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預算處處處長 楊明翔 會計決算處處處長 林秀明 中和統計處的處長 蔡洪坤 國士慶000 博巒 change 國市普查處處處長 郭 主計資訊處處長 潘承武 主計人員訓練中心的主軌的 兼執行長林士傑 人事處處長 尤金淳 秘書室主任 黃國華 政風室主任 張福長 主計室主任 姑怡芳 那以上是我們 主計總處的所有的人員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審計部 那首先我們介紹我們的審計長 林青龍 我們的副審計長 王立真 我們第一廳 廳長李順寶 第二廳 廳長 帥華明 第三廳 廳長 林奴玲 第四廳 廳長 林榮國 第五廳 廳長 曾石銘 副審室主任 梁勳烈 還有我們業務研究委員會的執行秘書 郭大龍 我們位置不夠坐到後面去了 所以大家可以坐後面 總務處的處長 肖瑞勇 人事室主任 雷辰 在後面 會計室主任 吳君傅 也在後面 政風室主任 江長重 交通建設審計處處長 洪嘉義 教育農林審計處處處長 林日清 台北市審計處的處長 李湘美 新北市審計處處處長 李錦長 桃園市審計處處處長 林建志 台中市審計處處長 奈政國 台南市審計處處處長 羅盧文 高雄市審計處處長 江上進 基隆市審計室主任 周瓊怡 坐後面 宜蘭市審計室的主任 李毅勳 新竹縣審計室的主任 洪春喜 也在後面 新竹市審計室的主任 林建成 苗栗縣審計室主任 吳錦翔 彰化縣審計室主任 張漢青 也在後面 南投縣審計室主任 謝淑芬 也在後面 雲林縣審計室主任 奈恆忠 也是在後面 嘉義縣審計室主任 陳振英 對不起 剛剛嘉義縣 嘉義室審計室主任 黃申鈺 屏東縣審計室主任 陳三明 也坐在後面 花園縣審計室主任 楊一芳 也坐在後面 台東縣審計室主任 邱玉梅 也在後面 澎湖縣審計室主任 再來我們都進行我們今天的業務報告 我們請行政院主機總處的史主機長來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應要列席貴文會報告本總處主管業務概況质感榮幸 本總處負責政府預算 會計決算 統計調查以及主計資訊業務 以下緊就重要業務的辦理情形提出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那有關預算業務部分 第一個是編制完成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在去年8月31日送請大院審議 那案件大院於去年的12月18日完成三讀審議程序 税入禁檢222億元 改列一兆8224億元 税出檢列222億元 改列一兆9760億元 税入税出差短1536億元 連同債務還本730億元 一共需要融資調度2266億元 全數以舉介債務予以米平 第二是編制完成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属單位預算及中計表 於去年的8月31日 隨同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請大院審議中 第三編制完成留意綜合治理計畫 第二期特別預算案 在去年的8月31日 含請大院審議 並進大院於去年的11月13日完成三讀審議程序 税出檢列3000萬元 改列298.2億元 舉介債務隨同檢列3000萬元 改列99.7億元 至於税入198.5億元 則照列 第四等需實施中程計畫預算制度以及籌編106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属單位預算及中計表 有關各主管機關106到109年度的中程稅出概算額度目前正積極作業中 本總處將依施政的優先順序將有限資源做妥適的安排 那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属單位預算及中計表 將於本年8月底前送請大院審議 有關會計決算業務部分 第一個是辦理104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附属單位決算及中計表 中央政府留意綜合治理計畫第一期特別決算的編制作業 預定在本年4月30日前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後 寒送監察院 第二個是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為了降低政府執行公權力的風險 增納行政透明為政府內部控制的次目標 另外請各主管機關 針對監察院彈劾與糾正糾舉案件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所列重要審核意見 涉及內部控制缺失的部分 督導所屬 落實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那已完成改善比例達9成以上 那並且擴大事辦簽署內部控制制度的聲明書 輔導118個機關在今年3月底前 事辦簽署104年度內部控制的聲明書 並且規劃已完成組織調整的機關 均因參與簽署105年度的內控聲明書 那有關統計調查業務部分 第一個是辦理國民所的統計 依據本年2月17號 國民所的統計評審會之後發布的最新資料 去年全年經濟成長0.75% 展望今年外需成長受限 內需動能不足 全年經濟成長我們估計是1.47% 那消費者物價指數溫和上漲0.69% 第二辦理物價統計 本總處按月根據實體查價的結果 編制各種物價指數 那依照本年3月8號最新物價調查統計的結果 今年1到2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雖然油料燃氣等價格續降 但是在含害造成蔬果 魚價上漲等影響下 上漲了1.60% 其中2月份漲2.40% 是3年以來最大的漲幅 第三 編布國民幸福指數 本總處在102年創編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去年8月31日公布的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國際指標綜合指數是6.76分 與OECD34個會員國 以及巴西俄羅斯兩個夥伴國比較 我國排名蓄居第18名 今年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仍將延續以往的架構 那整體的統計結果 預定在本年8月底公布 第四 辦理人力供需各項抽樣調查 為了及時掌握重要精涉資訊 本總處按月辦理人力資源調查 受雇員工薪資調查 按年辦理人力運用調查 受雇員工動向調查等 一 本年2月25日最新調查統計結果 本年1月就業人數1,124.4萬人 失業人數45.3萬人 失業率是3.87% 去年工業級服務業受雇員工 全年每人薪資以及其中經常薪薪資 都是歷年最高 第五 是辦理基本國事調查 本總處依法每五年辦理一次 農林漁木業普查與工商級服務業普查 十年辦理一次人口級住宅普查 為了擴大普查資訊應用 以及深度及廣度 我們陸續選擇普查結果 各界關心的層面 進行專題分析 那另外本總處正在積極規劃 105年工業級服務業普查各項作業 至於104年農林漁木業普查預定在本年四五月辦理 第六 輔導及推展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業務 到今年二月底 已經新增完成地方政府與中央部會 公務統計資料查詢平台的更新維護 地方政府公務統計方案修訂作業的輔導 統計通報 以及專題統計分析的規劃與推動等 那有關主機資訊業務部分 第一個是辦理中央級縣市相關預算會計資訊系統業務 為了提升主機資訊資源整合應用的效益 提供政府機關共用的 稅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維運服務 協助各公務機關 國營事業以及非營業特種基金 編制完成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更需推動政府稅計及會計資料公開 供各界能夠一站到位迅速查詢 中央各主管機關及所屬 預決算書以及快備報表資訊等 第二是辦理統計普查及行政等資訊業務 未立國事普查以及統計調查業務的推展 建置及完備 普查資訊業務視窗環境 並且積極辦理 普抽查相關資訊系統發展 經濟及維運 另外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推動政策 成立政府資料開放資訊小組 推動加值應用及辯明服務 到去年地址已累計開放七百七十一項資料集 以上是本總處近期工作推展的情形 今後將持續精進主機業務 敬請各位委員女士先生鼎力支持 祝福大家健康快樂 萬事如意 謝謝 那麼向大家補充介紹我們的財政委員會的招委 我們的盧秀燕盧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 我們請審計部的林審計長來做業務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大家早 今天應要列席貴委員會報告審計部的業務概況作感榮幸 審計部依法長理政府及其所屬全國各機關財務的審計 那麼主要的論入依照審計法第二條規定 是監督政府所屬各機關預算的族行 審核財務縮諸審定結算 考核財務效能核定財務責任及稽查財務上微酥的行為 目前審計機關 設有本部還有兩個審計處來辦理中央審計業務 另外在6個直轄室設有6個審計處 在15個縣室設有15個縣室的審計處來長理地方政府及所屬機關 還有在兼辦主定的審計業務 105年度依法損合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基金 還有4個機關重8600多個單位 那麼監督這些預算包括單位預算 負責任的預算及特別預算 縮出基本總共有19兆1500多萬元 接下來報告104年度重要審計業務辦理情形 第一個是年度結算的審核 還有半年結算報告的查核 年度結算的審核是依照憲法105條審計法34條規定 審計長應該在行政院提出總結算後 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 並偏重最終審定適合表提出審核報告在大院 103年度中央政府總結算 本部已經依照憲法105條規定期限完成審核 在民國104年7月29日提出審核報告送請大院審議 目前大院院會已經交到財政院會會同各院會來聯繫 詳細的審定情況包括中央還有地方的審定情況請講書面 那麼接下來報告第7月就是半年結算報告的查核 依照結算法26條之一規定 審計長應該在會計年度中將政府的半年結算報告 提出這個查核報告送請大院審議 各足轄宿的這個半年結算報告 還有也經過各審計處送到這個各該議會來查核 那麼接下來報告這個審計中和績效 本部及所屬各審計處是104年度各項審計業務 依照宿政工作計畫除去精進宿政合規及績效性審計 那麼在後續的審計績效包括財務上的這個維書的這個稽查 104年度的稽查各機關能連財務上維書行為 發現有重大維書 依照審計法17條或是20條規定報監查案有30件 依照審計法17條規定來移送檢調單位 則審辦了有8件 機查各機關能連財務上維書 通知各機關查柄處理由各機關依照前者處分的有 這個100件處分人數210人 在訴證性合規性審計部分 審核103年度結算 依法修正正列稅入結算通過腳褲有8億5千多萬 損核103年度結算依法修正檢列稅出結算通過腳褲有32億3千多萬 還有審核這個戶稅兼會發現使用法令不當或是計算錯誤 兼各該機關來依法處理補徵稅款有12億7千多萬 在績效件審計部分呢 考核各機關績效發現有未進主軸或是效能過低 依照審計法69條規定報告兼查案有76件 考核各機關績效 那麼依照審計法規定提出重要審核意見在各該機關 在中央有80項 在地方政府有50項 第三項是我們來報告的這個強化租信公開 104年度本部在審計租信公開的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擴大揭露各級政府的這個財務租信 除了在本部全球租信網來刊登 中央政府總結算審核報告 竹俠數還有限數審核報告 鄉鎮財務的一個審核半年結算報告 績效報告等財務租信以外呢 在104年度開始把重要審計租信登載在政府的open data網站 已經登載的資料集有87筆 另外在104年9月份建築完成審計意見的查詢專期提供 按照特定機關或是書證準題 這個結果來查詢檢核功能 擴大審計租信的家族應用效果 第二個是主行審計機關政府審計租信發布作業 104年度呢 我們總共發布了51次有407則 那麼這個數量來多比以往年度來的增加 那麼在落實策略管理及績效評估機制的部分 在104年度呢 我們第四次來編列這個審計部的這個績效報告 那麼這個績效報告我們總共有四大過面 有13項這個指標 詳細的這個4年度的這個績效指標呢 請詳第12月的事件報告 第五點是推動公民參與 大院在選議105年度總預算案的時候有結議 那麼審計機關要建立公民參與的這個審計平台 那麼本部在有關這個公民參與審計最快的工作呢 包括第一個我們建立公民參與的溝通管道 在全球資訊網來設置審計建言 還有全民監督的服務信箱作為公民參與的雙項溝通管道 那104年度處理審計建言 跟全民監督總共有200多件 另外是責任責任民眾需求的查核議題 那我們接受這個各界的一些意見 然後呢我們來規劃 那麼有關跟民眾生活相關的這個查核議題 而且這個導入國外審計機關推動公民參與的審計作法 來提升民眾參與政府審計意見的深度跟廣度 主要我們租行公民團體 這項也是在公民參與的作法 就是對這個重大審計案件 那我們在規劃的時候呢 那麼租行相關的專家還有公民團體的意見 那另外在審計過程 透過問間調查深度訪談的這個多元審計方法 參佐他們的意見來作為這個查核的一個證據 促進強化這個公民參與 那麼其次報告是105年度損盡工作重點 我們這邊總共有列了這個 8點的這個意見 第一個是我們要更新加強政府輸政核心業務 還有攸關民生議題的這個審計 104年度呢 針對政府重大輸政計畫攸關民生議題 還有公共利益的議題呢 加強規劃 那麼對於衛進主者跟效能過低的部分 我們都依照審計畫規定來通知上級機關兵的報告監察院 而且那裡有總監的審核報告 目前本部正在進行 那麼100年數年度的這個結算的一個抽查 我們會耿細來加強查核 那麼重大輸政還有這個民生的這些議題 第二是加強國謊及退出一官兵 一百零五年度的預算收支規模到五千多億 那麼本部將耿細加強查核 他們來配合強化內控時速方案的情形 強化財務收支風險分析落實監控 內控的這個漏點 並就高風險的這個項目呢 積極規劃辦理查核 助請有效發揮 預算效能達成收支目標 第三是加強公共債務管理 還有國有財產管理應用情形的查核 一百零四年度一年以上 這個公共債務衛廠儀額 是有五兆四千多萬 那國有財產的這個種族 到一百零四六雷底為主呢 有九兆多 那麼包括公用還有會工的財產 然後被占用的這個土地比數金額都蠻大 那行政院在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五號 推動財政健全方案 那麼包括管控年度的幾屆額度 透過前面推動國家財產的活化等 多言仇措財演 那麼本部會秉細加強查核政府債務 還有國有財產的這個管理 第四是加強國營失業經營管理效能 還有政府建築財產法輪的審計 國營失業組織規模龐大 一百零五年度的預算總收支 金額有五兆兩千多萬 營運效能相為各界關注 本部對營運欠佳 連累發生虧損或是效能不張的失業機關 除了訴訟發現切輸促行主管機關改善以外 對未進主左或是效能過低 並且依照審計法規定 報告兼查院 對這個著度規章不合俗意的 也建請主管機關來做檢討修正 另外對政府監測財產法人的效益還有監督情形 加強查核對監督基礎欠揪或是有待改善也建請行政院及主管機關 改善未來我們繼續加強查核國營失業的管理成效 還有財存法人的效益評估 第五加強重大公共建設組織情形的稽查 一百零四年度行政院公共構成委員會列館一億元以上的公共建設有202項 年度可追蹤計算是三千五百多億 本部今天就政府推動公共建設計畫組織 辦理專案調查從制度法規族行面來演提建議意見 給主管機關其能建權這個法序 一百零四年度行政院所屬機關辦理的公共建設 經本部考核結果未盡主者效能過低 報告監察院也有27件 本部要繼續加強考核公共工程相關的一些新興措輸 並且計較攸關民生環保等通案性的一些這個稽查 第六是加強地方政府財務管理的審計 地方政府財政普遍困窮 助於有財源偏低仰賴上級機 政府補助或是以幾屆債務方式來抑注 那麼未來這個導正財務助息增進財務效能 本部各地方損失速歷連來都積極來查核 監督地方政府的預算的一些主行情況 那麼常年來發現這個部分地方政府稅入預算 沒有忽畜偏列 那稅數也沒有相對控管 所以產生嚴重的這個差短 再以往我們也舉述依照審計法規定來報告監察院 經過監察院兩度糾正 那麼本部會更隙督促訴各地方損失速 積極辦理地方對這個財務損失 加強預算組行還有債務管理的一些這個查核 那希望能夠進一步來建立地方財務助息端正財務空氣 第六是除夕主動追蹤審核意見後續辦理情形 那依照審計法二十二條規定 我們散發的審核通知 那我們都透過各種管好系統來追蹤 各單位熟記情況辦理情形 並且列入總監察審核報告 對於既有熟效或是重要的審計案件 那麼已經有獲出成果了 並且急俗發布諸信 那麼我們未來呢 會進一步再強化各種審計意見的這個追蹤 來落實審計的成果 第八是配合審計法三十六條 四十一條六十九條的修正 來繼續推動相關配套措書 審計法三十六條是在一百零四連六十七號修正 那麼後續我們本部已經來完成 審計法施行細則的修訂 還有相關審核內規跟查核主因的訂定 並且開發稅計會計出信審核分析系統 那麼來分析各機關 依照審計法三十六條規定傳送的 這個會計出信檔案 那中央政府機關 從一百零四連十六份開始 已經傳送相關租信 那麼在整個租信 包括中央地方 在一百零五連度來正式啟用 第二是審計法四十一條 在一百零四連十二九號修正 本部已經參找各種 國內外的這個服務 那麼來定定審計機關 平和各機關相關內部控制建立 及組織的這個作業要點還有相關紀錄表 那麼在查核的時候呢 我們會加強來評估各機關 內控建立及這個組織的這個有效性 損計法六十九條也是在一百零四連六十七號修正 那麼本部已經參找這個國內 國際上的這些相關的準則主引 來定定這個技巧損計的作業主引 還有審核內規 那麼來進一步來這個發揮這個洞察跟前戰的功能 那麼第三部分是大院第八屆第八會期 那麼結議要本部辦理的數項總共有三項 那麼其中要預算解凍的部分 凍結的部分已經本部已經提出這個解凍案 其他部分都已經在依照這個結議來辦理翔路附件十三 那麼以上這個檢調報告 敬請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女素先生主教謝謝 我們感謝主記長跟審記長的報告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行答詢 那答詢先向各位委員報告 第一個我們仍然按照網例 每位委員八分鐘 那可以延長兩分鐘 那我們在上午十點的時候 我們截止登記 那我們按照網例這麼做 那現在我們要請我們第一位登記的委員 我們的曾明忠曾委員來進行答詢 主席 各位委員 審記長 實務主席長 麻煩請主席長 曾委員好 主席長好 依照行政院主席总处的组织法规定 第一条是行政院为办理全国税计 会计及统计特色主席总处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它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是 要对国民所得跟总资源公息的估测 我要请教主席长 您在主席处已经多年 您主要的施政的愿景是什么 主要的施政的愿景 是 当然我们无论预算会计统计 我们当然希望都能够发挥 我们最高的效益 我昨天上网看了一下 其实你每一次的施政报告 或者施政里面都提到 希望把主席处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推手 你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其实要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推手 很重要的是 有关国民所的经济成长的估测 但是其实你看看 101年第一次估测是4.58 那你看到真正最后是1.32 101年本来第一次估测是3.67 最后是2.09 103年还相对的准 104年是3.51 最后是0.75 其实准确度其实不高 不过没关系 因为法定你是个法定机关 你公布有一定的法定 那我可以先给你吵架 今年 去年是0.75 今年你预估会多少 因为你第一次预估是2.7 现在已经有调降到1.47 你预估今年会是多少 根据我们2月17号最新预测 今年是1.47 对 那我吵架你今年预估会多少 因为以照你看这五年来 你预估几乎都不准 去年是3.57 最后只有0.75 101102 104 其实只有103 相对比较准确 102年3.67 其实真正2.09 其实 你预估还要调降几次 今年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 事实上出口占GDP六成 我们会受到国际景气影响很大 所以所有国内外预测机构 都会根据最新的 这个整个国内外的情势 定期的来更新 那我们今年当2月17号 才刚预测 今年成长1.47% 那我们下次会在五月底会根据 因为你要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推手 你假设没有很精确的预估 或者以后主机总数预估 是仅供参考 是人家不相信的话 你怎么做出 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推手 其实 外界 你说第一次是2.7% 其实现在 普遍的看法 今年 有尾数 0.7%就不错了 你的看法怎么样 当时到目前为止 因为现在是3月初 那当出口的状况 不太理想 但是像股票成交值 也蛮大的 那所以就是说 整个的有关的数据 我们5月底 还是会根据 第一季的初步统计结果 以及最新国内外情势 更新这个统计资料 然后提报 国民所的评审会后 来对外公布 那多年来 我们的预测其实是跟 其他的国内外预测机构 对我们的预测的修正的趋势 其实是一致的 有没有办法强化整个模式 或者相关的输入的 相关资料的精确度 能不能提高我们估测的能力 有没有办法强化这方面的能力 我们也都不断的在检讨 不过刚才跟委员也报告 因为我们真的是出口占GDP六成 那我们真的是受国际景气 影响很大 那么对于全球的景气 以及其他的国家的景气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我们是根据 环球透视预测的结果 来设定 这是相对的 你假设主计总处 预估的能力很强 相对比较精确 人家都会相信 主计总处公布的数字 那假设你公布的数字 仅供参考 精确度很低的话 其实对主计总处的形象也是大伤了 好 看下一页 那到底 依照台中部的公布的 现在的负债 连地方是6.4兆 那现在的潜在负债是多少 18兆 中央跟地方 中央加地方 是 18兆 那我问一下问题 依照国际定义的负债 到底多少 就是说依照 我们公共债务法的规定 当我们中央的部分 是累计债务 不是 我问的是 依照国际定义的债务 到底多少 因为这还有比较性 有人说是18兆 有人说20兆 有人说6兆 7兆 财政部公布的我知道 当然是6.48兆 是函地方 我很清楚 但是你要让世界 让国人知道 国际标准的负债 台湾到底多少 因为你才有办法 跟其他国家比较 到底台湾的债务 严不严重 那假设依照国际定义的负债 台湾到底多少 跟委员报告 就是依照国际货币基金 事实上 那有关的定义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 潜藏负债 这个是只要在财务报表上 做揭露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包括在 我知道 潜财负债 但是依照 我们现在财政部公布的负债 跟国际上定义是不符合的 所以有的问题是 依照国际 好您讲IMF 有IMF没有OECD 那我就依照您讲的 依照IMF的定义 台湾的负债 到底多少 当然就说 如果依照IMF的定义的话 那就会到7兆多了 就是会加计一年以下的 有关短期 就是国库券 还有短期债务等等 还有非营业基金的 好像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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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短期负债 一年期以下了 还不止 没关系 这麻烦啊 麻烦就记错啊 能够去 因为国际上我们常常 到底台湾负债多少 有人潜在负债 有人公布的10兆 有人叫18兆 当然您刚才讲没有错 潜在负债是18兆 而且这不需要揭露 是用互助的说明 做赞成 但是财政部公布的负债 这个是依照公共债法的负债 那到底国际上定义 因为国际定义也不一样 有IMF 有OECD 那您讲 好 依照IMF 那依照IMF 到底多少 其实要厘清 能够跟外界充分说明 是 这部分财政部 他们也有做分析 就是说 因为国际上就是 陈如委员说的 确实是有不同的定义 是 那谢谢你 麻烦 沈记长 谢谢 谢谢 来 沈记长请 主席长请回座 谢谢 来 沈记长好 谢谢 在这个 刚刚拜读了您这个 也有报告里面 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沈记部过去做得非常好 都有评估 包括评估 中央的各政府 还有地方政府 还有相关的公营事业的财务绩效 我要吵架 这在评估 有没有具体的标准 谢谢 是的 在审计里面 那么审计本身 审计法没有定义标准 那么我们两项 一个是合规性审计 依照审计法 21条规定 是看看有没有符合 议算 还有相关法令 这个相关法令 指的是行政部门 定定的 这个相关法律规章 那么在绩效性审计 一般来讲 那么在行政院所提出的重要输送计划 那么在编计算之前 他会估计说 整个重大计划 主行结果 那么包括他的时效 包括他可以 那么来带动经济 或是达到效益 或是使用情况是多少 那这个标准是作为 我们在考核绩效的一个标准 好 那你既然有考核标准 那我的要求是 您能不能公布 我一讲的是公布 各部会 直辖市 县市政府 跟国营事业 三类 各部会 我再重复讲 第一个各部会 第二个直辖市 县市政府 第三类国营事业 经过你财务绩效 评估之后的 前三名跟后三名 可不可以这样公布 因为你把它摊开之后 各部会就会产生良性的竞争 能不能做这样的公布 是的 这个委员 谢谢委员指教 就是在议算组型的这个 绩效部分 我们在审核报告里面 有排名 包括说他保留款 最百分比最多 或者金额最大的 这个是在议算组型绩效部分 那么在绩效性损计 像说我们发现重大维数 那么有报告监察院的部分 那么这个建数 还有像说 这个财务上维数 我们储分的 这些轮数呢 我们在审核报告里面 也都有排名 有把它列出 它的这个量组出来 那我是建议的 以后 就是结束之后 公布前三名跟后三名 包括各部会 包括直辖市现实政府 包括国营事业 希望 你不要崩崩全部 前三名后三名 能够公布 让外界知道 一方面可以突出 审计部的作为跟绩效 一方面 让外界了解 因为现在是一个很透明的社会 让外界知道 让外界来监督 我在想 这样的审计部 才有办法事办公平 谢谢 谢谢 我们会强化的一个透明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好 谢谢两位 我们补充介绍一下 本会的委员 王荣长委员 也是我们前任委员 谢谢 下一位呢 请吴炳慧委员咨询 主席 主席 麻烦请主机长 主机长请 吴炳慧委员 刚刚的业务报告里面 你谈到 有编这个国民幸福指数 请问 编定国民幸福指数 要花你多少的人力跟物力 我们大部分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64项指标 我们主机处自己办28项 其他也有 是 对 我们就说 就现有的人力 来 来办理 现有的人力要花多少 有关机关 要花多少钱 要用多少人编 预算大约200万 人力呢 人力就是现有的 同仁 现有的同仁 是什么 大概有六位同仁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新政府如果不要编 这国民幸福指数 这个是不是可以拿掉 跟委员报告 因为102年 立法院这边 委员修那个预算法 已经明定 就是说 要我们提供行政院制定 是真的方正的参考 就是有关那个幸福指数的变动趋势 要提供给行政院 那现在新的委员 立法院也可以决议不要啊 是 那尊重立法院的决定 那拿掉之后 你六个人删掉 那预算200万拿掉 我们这六位同仁 事实上都在兼办的 相关的业务 那主要哪里在办这个业务嘛 兼办的 我跟你说 你这个国民幸福指数 就是强势用以前人多 一定要去通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认为 基本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你拿36个国家来比 然后你自己把自己排在第18名 我觉得这个你们 专做这种戊虚的事情 你的经济成长率从来预测就不准 那个是你的本业 从来就不准 所有国内外预测机构 都必须定期的东西 请回座 我从来就 我就用回座 咨询你是毫无意义 一定也不会回答 请省记长 相关的规定在办理 请省记长 好 请省记长 回座 请省记长 谢谢 请 陈医长 你里面第五点说要加强重大公共建设计划执行行型的机场 本席的选区新庄 就有一件闹笑话的工程 你知道是哪一件工程吗 机场捷運线 到底它延宕了多少次 还要花多少钱 你能不能 就你们省记部就加强重大公共建设计划执行行行之机查 机查出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是的 这个在机场捷運线 那么前前后后大概 最早是用BOD发包已经超过十年 然后再重新发包以后 那么又几次延宕 那么这个通社录旗 那么经过几次的延期 它这个监会总共是超过一千亿 那目前的这个进度就是 还在这种安全各方面的这个验缩测试中间 那么我想在这个捷運 特别是它是一个在山坡 混躲的地带 不是啦 这种安全 你讲如果是要讲交通部 跟你讲说没有办法准时完工 然后现在在测试 然后要至少如果媒体看到 至少要到年底 这个报纸上看到的我想大家知道 我现在是问你 因为你跟我讲说你要加强重大公共建设执行 请你去稽查 请问你 审计部在这个机场捷運线 你稽查了什么东西啊 对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它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部里面的这个交通建设 审计出来查核 在一百年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针对 它整个这个计划的一个组行呢 那么它进度落后 然后包括在花苞的一些作为 有这个未进主者的这个切书 那我们也依照审计划规定 来报告监察院 那么除外对这个 它的一些 报告监察院你是把谁送去监察院 来那个啊 是交通部呢 还是谁 我们是把这个交通部 还有这个高铁局 它在整个这个花苞过程 有做的不好的部分 我们来预送监察 花苞过程 那现在执行到执行面 那现在预算已经 有超过原来的 边列的预算了吧 它整个进度是已经严重落后 进度严重落后 那预算呢 经费也没有超过 预算监会它总监会是 一千一百三十八亿 在这个 目前还在这个预算的这个额度内 那将来要完成会不会超过 这个部分我们会 这个各机关预算组行 它要依照预算的这个额度来组行 如果说它超过的话 还有再透过这个预算的程序 来做一些获系的这个最佳 那工程员当了这么多年 你们认为责任应该谁要来付啊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在花包的时候 因为它是用统包 那也包括在花包过程发现说 这个统包厂商它有没有这个 这个方面的这个承包能力 也经过一些争议 然后在后续执行 当然重要就是你主办机关 它有监造的部分 然后在理业的一些监管 主办机关要付比较大的责任 那么厂商如果违反规定 那可以照合约规定人来 做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克责 三年前哦 本席跟段仪康委员联合咨询 在总咨询的时候 就针对这个机场监议线 绝对没有落如期完工里面 因为它把机电 那个光纖那部分哦 转包给婉红你知道吗 日本婉红 结果它连选材都选错 它那个弯曲的幅度超过15% 15%的话 那一条光纖线的断裂 当时才只选择错误 当时就一再跟行政院讲说 这一定会延宕很久 叫他们赶快处理 结果现在一直延宕啊 说去年年底 也没办法完工 其实去年底 延年底就已经是延宕很久了 就延宕很久了 结果说什么今年的三月 就现在又说一定要到今年年底 我看在这段状况 今年年底也不会完成 所以你们的审计部 做了这些 你们认为你们很努力在做的工作 结果事实上 这些行政机关 好像不痛不痒 各位报告 就目前在部里面 也正有人在交通部 还有这个高铁骑来 做这个相关损计工作 我们会针对后续 特别像刚刚委员提到其实是 整个案子delay一个很关键的重点 就是信号的一些传输不稳定 所以导致他各种相关的控管 没有办法照合意的规定 我们在最近的查核会针对 就我们三年前看到那个资料 他基本上转包给完隆就违规了 就已经违反契约了 里面有规定 本来那个契约有规定 不可以 这一部分不可以这样子转包的 好 没关系啦 我现在是说 因为我看到你写说 你有没有加强壮大观望建设 这个计划执行之机场 看到就是想到我们天天 就在我们家旁边这个机场建议线 就这样一直延浪一直延浪 到底要延浪多久啊 好 第六点你们说 要加强地方政府财务管理的审计 请问苗栗县现在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是的 跟委员报告 这个苗栗县的财政事实上是本部 从90几年度开始一直丢出他 然后揭发他系列这个税入议算 当然包括苗栗还有几个部门县政府 他系列税入议算 然后就垫高税出议算总额 然后也就一方面提高 他的几借额度 那经过二性循环 后来经过监察院两度 我们依据我们的意见来就更以后 这个我们知道 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超额的约拼过人员 那时候超额约拼过1000 跟季工官有转过1700人 现在到底减到什么样的数字 这个部分苗栗县政府 他也针对目前的情况 已经有做一些 这个相关的一个财员 财的多少 是在目前已经减少了200多轮 所以还超额1500多人嘛 所以这样子财政 你们说地方财政 政府财务管理是审计 原来做一个很大的贼 现在说 稍微小一点 超额约拼过季工工有 15700多人 现在减为1500多人 那算是有绩效 不要笑掉我大牙好不好 他一年工程式经费 你给我的报告 这是你给我的喔 光是人士经费一年 原来是多了6、7亿 现在减了200多人 还是多了5、6亿 财政这么状 状态那么糟糕 他现在 他对包商是这样子 如果拿工程款 他去银行办 那包商要付利息 是的 这个这一块 政府都欺负人民 我们接受这样是不太合理 因为你政府该付给人家 那没有办法付 那帮忙厂商去借款的话 有厂商付利息 我们接得最快速 你怎么说可以运起来啊 超额约拼1500多人 你到底怎么说可以运起来 一个地方政府 苗栗县的人口才50几万 照这个标准 新北市可以超额约拼1万人 我们400多人口 吃垮了你知道吗 其实这是常年吃垮 每年7亿7亿7亿这样在吃 他主政9年就 至少就多了6、70亿了 拿政府的经费 在绑自己的装脚 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 你来支持我 你家的小孩没工作 我来现政府上班 比自己买票 恶劣 他现在还是这样搞 就代表 他上任 现在徐县才一开始上任 他不是说他很痛苦吗 就上任两年的 他还超额约拼1500多人 你们这个审计部 所以说我说 审计部如果让人能够尊重的话 就是说对于这些明显违法的事情 你真的有办法有处理 能够拿出处理的效果出来 这样大家都会跟你拍拍手 大家都会说了不起 如果你是在旁边摔摔数字 然后告诉他通知他一下 没有用啦 各位报告他这个预算在最高峰变到400多亿 那么经过督促以后 我现在因为剩下几秒钟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最严重的 各级的地方政府有可能再来都会虚拟的税入 为什么 因为土地的交易和土地增值税 跟地方政府收入有关的那一些啊 现在因为不动场市场急动 交易大量萎缩 所以可以预见他们在增值税 交易税这部分会急速减少 那他们过去的预算数跟今年开始编列预算数 是维持相同的数字呢 还有照比例减下来 我现在就提醒你 你不要到了事情发生了之后 再想说没办法地方政府都序列税入啦 然后让他们的再取介入度增加 我讲这样你听得懂吧 谢谢委员提醒 我们会来注意他的说出情况 要督促他们说 在税出 如果税入他已经短缩的话 税出要相对来做一些 其实本习一直对审计部是寄予厚望 因为事情做一做之后 真正要对他们有办法解决 这样人家才会称赞你 拿出点力量出来 让大家管不相看啦 谢谢 谢谢委员提醒 好谢谢两位 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咨询 来 谢谢主席 麻烦请主机长 使处长 请主机长 黄伟员好 主机长你好 非常感谢上次您还特别播控 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明一下 主机总处的业务 我想先请主机长看一下 这个是按照 你们主机总处的调查报告 所显现出来的 用五分位数 跟那个GINI CONFICIENT 所呈现出来的 台湾社会贫富差距的表 其实主机长看一下 我想从2000年到2011年 这个DATA最后收了这个范围 您看这个表 认为台湾现在贫富差距的状况怎么样 当我们发布的五等分位 这个看起来就是说这几年 是有在缩小 就是说那个是6.05倍到103年是6.05倍 你没有放在一个配点上面看是看不太清楚 现在这个表上面 从2001年到2012年最后看到的这个数字 基本上面大概 如果我们是以左轴的五等分位的倍数来看的话 大概都是在6倍左右 这张图是中原院 租金医院士 跟很多经济学的学者 他们把我们的贫富差距表 拆成20等分位数 那所呈现出来的 那再请您看一下 从2001年到2011年 您看到这个表 会得到什么结论 是扩大的 查识倍数是扩大的 所以现在就非常有意思 就主机总处所显现出来的data 告诉我们全国人民 说我们事实上贫富差距的情况 没有恶化 如果是以五等分位数来看的话 维持在一个很平的水准 马一九总统去年 在10月 国庆日的时候 他还跟全国人民很骄傲的说 他的频数差距 按照你们所公布的那个指标 是不晓得过去几年来 最低的 但是我们从中原院 所呈现出来的调查报告的结果 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那主机总处如果再公布资讯 是要让决策者 包括对人民 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整体的现状 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话 您这样的赞成 是不是不太应该把数字 把它藏在太过粗略的分类当中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公布的是依照国际 这样基尼系数以及这个 家庭分 五等分位 我们是根据国际的这个 就是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公布的 那至于 我再请教一下主机长 有一位经济学家叫Piceti 他拿到诺瑞尔奖 你有听过吗 那您知不知道他在世界的经济学界最有名的研究是什么 就是有关财务分配的差距的分析 Piceti他做出来最大的贡献 他就不断的在调查 所谓的富人 在整体的社会当中 他的income share是多少 他大概集结了30个国 他大概集结了30个国家 富人的top income 他成立一个database 您知不知道说台湾现在也有学者 把台湾的资料 送到这个database当中了 我可不可以请我们蔡執行长 可以报告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委员好 那个刚刚委员所提的 那个全球那个高手的资料库 那个是我们台湾一个学者 朱金一 我知道 朱教授他出力 他主要是拿台湾的税务资料 主要我们的家庭收视调查 跟那个朱金一这个研究两个数据 事实上都有意义的 因为以国际来看的话 这个我了解 我先插一个话 就是说 朱教授所调查的 是财政部另外一个财税资料中心的税集资料 所拿到的 但是问题是 那一份资料 除非有学者另外去跟财政部做生起 把研究做出来 一般的人看得到 那里所做出来这么细的分析吗 因为主要是财税资料里面的定义 跟可知 因为我们那个五等分位跟经理系数的定义是用可自配 所得的定义 可自配所得的定义跟税务资料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也了解 就是在财政部里面有一个主计总处 有一个财税资料中心 你们用的data是surveydata 拿到的家庭收支调查的报告 那他们是用税集的资料 我在show给你看 这个是用两个不同的data所做出来的 放在我们台湾富人 所谓放到top income的富人里面 top 10 他们所呈现出来 在年度的序列上面 过去所呈现出来的表 看到这样子的表 你认为台湾的贫富差距是不是有在扩大 事实上以全球化 还有知识经济的整个过程 事实上以我们家庭收支调查 从70年代到80年代到90年代 事实上是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到这边就可以了 现在我只是很单纯的请你做这个表 做回答 因为这个表是用那个data base 那个data base 他所做出来跟前面他们所呈现 data base还没有公开以前 我们透过表列的资料 所做出来一个分析的曲线 那这个分析的曲线 事实上有挂在 事实上有挂在 我刚刚所讲的top income的data base当中 做了一个2015年 中文院的一群学者 他们的working paper 我现在show这些东西 主要给你们看的是说 我要拜托主机总处 在发布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即使是你的家庭收支调查 就所得 贫富差距的研究 除了你刚刚讲的 所有基尼的 系数 这个我完全都了解 但是我要说您的事情是说 当世界上 经济学者 顶尖的经济学家 大家在研究贫富差距的时候 已经不再看百分之二十了 往百分之十 往百分之五 甚至往百分之一缩的时候 我会希望说主机总处 未来在公布你们资料的时候 能够提供这些细部的资讯 因为这些细部的资讯呢 从我刚刚前面所呈现的两个图 你应该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 他给决策者的讯息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给决策者的讯息是 我们目前的贫富差距 事实上蛮好的 甚至是过去几年做好的 那会使得决策者产生什么样子的误解 产生什么 他所会产生的误解是 这个是不需要被处理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从我刚刚show的这几个 比较细致分析的图 早就很清楚的呈现出来的 台湾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的扩大 这个又会给主政者什么讯息 他又给主政者的讯息是 这是一个严重 必须要被处理的问题 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再show到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前院的那个建议 我会鉴请主纪总处 真的认真的审慎考虑 包括那天 那个始祖记长到办公室来的时候 我也跟你提过 因为你现在整个simple size 你那边跟我讲是 16000多个 就你16000多个的simple size 我真的可以 就建议你好好的考虑 就是说就接下来在公布这些数字的时候 能够有更细致的区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 今天在报告里面 你有所提出来的 对于今年经济成长的预估 是1.47吗 那主机长你还记不记得 去年一样也是三月 在立法院做报告的时候 您对于2015年经济成长的预测是多少 您不要查 我现在可以show给你看 我有check过 那个时候的会议报告的记录 是3.78 3.78 结果我们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多少 去年 0.75 是 您觉得3.78 大概0.75 这个落差大不大 应该 就是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 我们真的是受到国际景气 影响很大 所有国内外预测机构 都会以最新的情势 定期更新 所以我们下修的趋势 事实上是跟 很多国内外预测机构 下修的趋势是一致的 真的我了解 但是我之所以 我现在并不是在责怪主记长 我现在提出这一项数字 主要是要跟您 说您的事情是 你们在公布这些数字的时候 对于政府很多决策 会造成很重要的影响 那您 我会拜托您回去 看一下您去年 在一样 在财政委员会做报告的时候 按照您那3.78的数字 与会的立法委员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对于我们国家的财政 所会造成的实质的影响 结果最后变成0.75 那今年就1.47的部分 这个预测 我希望啊 你们今年这个预测 是一个蛮实际的预测 那不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先到这个地方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请回座 我们补充介绍一下 谢谢 我们本会委员江永昌 江永昌委员 谢谢 好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 请卢秀燕委员 咨询 主席请主席长 谢谢 请 是主席长 请 杜委员好 主席长 你是这个马总统 这个将近八年任内 在任最久的官员 从一而终啊 我相信最后两个月 总统也不会把你换掉 你除了这八年 那么是最长寿 那始终如一的官员以外呢 你在这个台北市政府任内 追随马总统的时间 也很久担任他的主席长 那你担任台北市政府的 主席长多久时间 台北市政府主席处 处长九年多 九年多 是 所以也都是在马总统 担任市长任内 马市长八年 然后好市长一年多 所以你是马总统 真正的这个左右手 他最信任的人 也最长寿的官员 那么也因此马总统 他本身的施政的绩效啊 你要这个一起负责 要一起负责 不管是功是过 你都要全全负责 那么也因此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说 你的数字是冰冷的 是没有温度的 那同时呢 国家的财政状况 跟人民是有距离的 那因为我是来自于民间 我是民选的 那再加上 我虽然是执政党 但是我这八年以来 那对于这个主计的业务啊 我一直盯得很紧 我不因为我是执政党而互断 那么你们上个月 你们上个月 大家在讲这个主计的东西啊 跟财政啊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一般小老百姓都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很热门委员会 因为都听不懂 可是他们都觉得距离很远 然后观感啊 都会觉得说 你们的这个观感 跟人民是有距离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们在三个礼拜前 上个月2月26号发布啊 说国内的这个平均薪资啊 创新高 国人收入48k 48000多块 平均薪资 那么创新高 是不是 委员讲的新资跟经常性薪资 对 没错 是历年新高 对 你一发布以后 人民观感极差 因为很多人民说 哇 那我探戏一晚辈 我这15年来 这十几年来 我的薪资哈 不要说增加了 有的还减少 而且跟十几年前差不多 那你们的数字显现出来 就说 你们这个着重在你 平均薪资 15年来创新高 达到48k 可是人民的感受 为什么这么差 因为实时薪资 我是立法委员 我做你们跟人民桥梁 为什么人民的语言跟你不一样 你着重的是在这点 平均薪资48k 可是人民说 他拿到的实时薪资啊 是跟15年前一样 是37k 平均哈 是37k 37000 这还是平均哦 有钱跟没钱的人 平均哦 那中间差了11k 11000 这就是你们的差距 为什么差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11k是哪里来的 11k 绝大部分是人民去加班 换句话说 他就算赚了三万多块钱 可是 他要再去加班 再去打工 或者是他非常辛苦的工作 得到了年终 得到了年奖金 才有这11k 换句话说 这11k 跟你们调查这数字啊 就占了他实时薪资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 平均每一个人啊 他要多工作 多工作 三分之一个工作 他才有办法拿到你们这48k 那么也因此呢 人民着重是什么 我拿到的37k 跟15年前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这15年以来 我的薪水都没有增加 为什么这15年以来 我们的经济这么不好 那这就是人民观感很差的地方 那你们应该 你身为主记长 你应该把这样的数字 你应该琢磨在这37k 我们15年以来都没有调新 跟委员报告 这是我们那个新闻稿 每个月发布的时候 可是你们的新闻稿我也拿到了 你们的新闻稿里面 都没有跟总统 跟行政院长 向外界自责 自责说什么 我们下面 我们应该要看下面这个数字 15年来 我们的实时薪资都没有上涨 这才是 你们却 你们的新闻稿 却强调 这个创新高 好像人民多了 人民现在薪水都48k 不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主记长 你是一个有为的主记长 你是国家的大账房 你如果希望 透过主记的方式 协助总统跟行政院长施政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负责任 有为的主记长 你应该体恤到人民 赚的是这个15年来 都没有调整薪水的37k 这可能还是 有钱人跟没钱的人平均的 真正的绝大部分民众 可能都两万多块 那他必须要多工作 三分之一份的工作 他才能拿到这个 多三分之一工作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也可能是 一般要工作 照理工时应该八个小时 他一天要工作到12个小时 11个小时 10个小时 他才能拿到你这个钱 所以呢 我想前车之鉴呢 后者为师 后者之鉴呢 前车之师 后者之鉴 那么所以呢 以后啊 不晓得有没有以后了 我觉得下任政府 要着重在这个地方 不要用这个 美化数字 其实国人是过劳啊 国人是过劳 他每一个人 多要多工作 三分之一份的工作 或是工时超出三分之一 他才有办法拿到这个数字 那我不晓得 因为你的任期 只剩下两个多月 我不晓得 你对于我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谢谢委员关心 我们事实上都据实公布了 那委员讲的没错 我们工业级服务业 受雇员工薪资 那每人每月的薪资 当然是包括加班费 奖金红利等等 通通通都在内 那经常性薪资 就是不含那些 那些奖金等等 那另外我们也发布 实质薪资 以及实质经常性薪资 那就是考虑物价因素 就会刚才委员讲的 就是说 那我不晓得 你们在你们发布的 新闻稿里面强调 48K创历史新高 那对于37年来 37K实质薪资 15年来都没调薪 那请问你有什么感受 我要问你这一点 是你当了8年的主计长 对于我们15年来 都没有调薪 我们的实质薪资 都是37K 你会不会说一句 I'm sorry 我很抱歉 我很遗憾 有没有呢 至少在下台前 要跟大家对不起一下 这是感同身受 因为考虑物价因素之后 确实是 你觉得抱歉吗 只是经常性薪资 你觉得感同身受 你觉得抱歉吗 感同身受 因为 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物价情况之下 事实上 我们 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 会感觉荷包 好像收水了 我觉得你的数字是冰冷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们在今天你们的报告里面 一大堆冰冷的数字 你们跟前面委员对话 你都不是讲来讲去的 跟人民的感受是有距离 我再举个东西来讲 我的感受 你去看 这很容易Google到 随便Google都有了 国际原油价格 今天是3月14号 一年前的3月14号 国际的原油价格 将近差不多在 一桶50元美金左右了 甚至更高的时候 曾经到60块 可是现在大概都在40块左右 不管是布兰特原油 或者是北德州原油 你去看 大概Google在40上下 换句话说 现在的原油价格 比一年前降低了20% 可是我们大大众捷运系统 或者公共捷运系统 那么我们又反映出来 票价下跌吗 没有 我们过去一两年以来 我们不太看到 我们的航空票价 我们的公车票价 或者是我们各种的 这个民间票价 都因为石油上涨 而必须去调整它的费率 可是呢 一年下来 我们的石油价格 已经降了至少 至少20% 我还是用50块钱来算 现在是40块 那还没有讲到 以前有到60块 快60块的时候 那结果我们的石油价格 降低了将近20%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当初因为石油价格上涨 调整上去的交通运输费率 因此而下跌 我们在你整篇报告 没有看到 你没有透过这个东西 来告诉行政院长 告诉总统 我们应该要督促 我们所有的 这些交通运输的费率 应该要降回来 你涨价的时候 用石油价格涨上去 你降下的时候 石油降下来 你也没有这个降价 那这是人民的心理之痛 人民心理之痛 所以我觉得你这份报告 为什么这八年来 我对你的报告都很不满意 你会觉得说 我们要一样是女性 可是我八年来 在这个地方 对你讲话都有点急言吝啬 因为我觉得你的报告 是冰冷的 是数字的 是没有感情的 是不顾人民观感的 因为你在这里面 没有提出施政之道 如果今天只是要统计数字 有这么多的技术官僚 我来当主计长就好了 任何小百姓都可以当主计长啊 因为电脑跑一跑 派很多工作人员去 savate去调查 刚才黄国昌委员讲 savate data 那个重要吗 那个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出来的结果 你怎么样让总统跟行政院长 做施政的参考 这才重要 所以今天如果说总统失败 已经换了五个行政院长 大家失败的话 你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的数字 没有提供总统 或者是行政院长 很重要的实证指导跟参考 你的数字是跟人民有距离 跟人民的观感是有差的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你没有向人民表示抱歉 可是我对你的作为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们据实提供有关资料 供总统或行政院 以及相关部会参考 因为时间已到 谢谢两位 请回座 谢谢 下位请赖斯保维 请 主席各位兴计 请一下省记长 好吗 请 您是省记长 请 我看到正式土壤液化 前市区的查询系统正式公布了 这一部分跟 这个当然 这个整个是因为台南地震所影响的这一部分 台南地震的整个的情况 省记部 有没有看法 或者有没有立场 或者你们做了哪些事 对于未来 对于各县市政府的督导 那么希望能够万里有地震的话 让灾害降到最低 省记部这一部分你做了什么 这个跟委员报告 因为事实上 这中间包括台湾的一些这个地主状况 还有在建管的这个法令规章 那省记部 那么在主管的这个内政部追快 内政部有关依照这个要公布 这个相关的这个议化的 还有在各种这个安全的这个检测追快 我想我们在第五厅 我们的这个第五厅 我们会注意到追快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他追快是现在比较专业 那但是我们可以在疫警性追快 那么还可以来提供 他们主管机关该做的事情 或是疫警的措施 是不是都有到位这样 是因为今天早上 说土壤预化浅试区查询系统 正式公布 等于这是open data 请问你啊 他是公布啦 他也不要open data 最快我想我们还在了解 那个主席长一起好吗 主席长 是主席长 你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这个公布之后 当然我们希望民众有资的权利 可是这一来的话 会不会引起民众另一波的恐慌 对于他住的地方等等 而且现在公布的scale 又比例的问题等等的 然后地区的问题 讲的也不清不楚等等的 这一部分啊 其实以现在政府公布的这个资讯 我会高度建议 你们两位都是有关的 因为你管到这个物价 房地产这一部分来讲 跟主计处也有点关系嘛 那审计又就是auditing嘛 也是都有点关系啊 你们应该去主张 在行政院议会里面应该主张 这一类的资料应该要open data 你同意吗 主席长 还是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知道今天在公布 当然公布的详情我还没有看 你不知道 我知道今天公布 你站不站成我所提的 应该open data给全国老百姓都知道 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块 他住的家里 公布员报告 就是说那个营建署有公布 不动产那个实驾登陆资料都有 这个营建署有公布 我是好那神机长啊 是这个法国员在大宴也有结议 我们要针对这个open data做审核 最近我们刚好在行政院 相关单位在注意 在说起这个open data的 我就希望你们应该去把这个资料 特别是审计部应该去要求行政部门 这样的资料应该open给全民 那请问你 这个台南新政府 这个台南市政府 因为他原来对于这个所谓的围贯大楼等等的 他1989年向台南新政府来登记等等 最后你可以看到台南新政府充分的附有建造前审核设计合格后 发给建筑执照而且动工的责任 假如最后查出来倒闭的原因是因为梁柱用的混泥土不足 钢筋的弯度不够 却验收过关 这一部分受灾的民众可不可以申请国赔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在主管机关 那么他没有进到损合的主责 那也是这个最初倒掉的一个直接关系 那么照国赔法应该 应该给国赔 好你请回吧 那个再请石足记长 我请教你 国内的观光收入占GDP的比赚高不高 应该不少 去年1846 GDP16兆 比重 GDP16.7兆 大概百分之一点多 百分之一点多也不少 当然看起来绝对值没有很大 那现在看到的是 大家看到的是 班机变小飞机 就是两岸的大飞机变小飞机 凤梨苏的伴手里市场缩水 光光寒冬 请问你 这个陆克 陆克减的这个 这个影响是不是已经显著了 主席长 到目前是还没有了 就是说当我们去年 去年陆克 陆克来台大概有344万人 那旅行收入1846亿 对经济成长贡献是 百分之零点零二 这是去年的资料 那今年的话 那当然还要看后续 所以贡献其实不大 其实如果照理讲 这样影响也不大 1800多亿是很大 那因为那个是对 经济成长是 对GDP的影响 对 那主要是因为103年 整个旅行收入也有到 1785亿 那103年 陆克来台对经济成长的贡献 有0.28个百分点 主要我跟你讲 所以104 0.02 这里面是一个很吊诡的 它占GDP比重不高 可是老百姓的感受会强烈的 这个现在已经有听说 导游或者司机 又人车的司机 有些人在放无薪假了 对会影响相关业者 这个中小型的那种商务旅馆 也受到影响了 整个经济是受到影响的 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是有这样的问题 是 确实相关业者会受到影响 有影响了 是 好 那个最近这几年 我们的CPI的涨幅怎么样 当我们最新公布的2月的 是涨的比较多 是2.4% 那当最重要是 那个1月下旬开始 那个受到含害的影响 所以 食物类涨的8.45% 那其中尤其是 蔬菜水果 蔬菜涨的最多 成长80%点多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平台叫做 爱心房东租屋平台 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 这里面 这里面 根据 自用住宅 租赁法的 草案规定 CPI涨幅到4% 房东才能够调涨 租金 反之 如果CPI下跌的话 房客可以 要求房东 调降 这一部分 来讲 而且这个还 说出租不得 限制等等等等 这些的相关的 相关的就是说 以现在来讲的 租赁法 到底是保障房客的权力 还是增加租屋的困难度 他对性别有限制 对邻里有限制 对职业有限制 就这样子一个东西 因为 你们管不管这个东西啊 这个 房 房租 就基本上 放进 放进CPI里面 跟CPI有关系呢 我请蔡处长报告一下 他是我们CPI的查家项目 没有错 对啊 是你们的项目啊 所以我跟你讲 内部的东西啊 是 但是CPI纳入 交通也是 也是我们的那个项目 油料也是 但是那是交通不管的 这个房租 定型契约 可能是那个 内政部主管 所以你们不管这些东西 是 那个 税的那个 要不要扣减额 也是根据物价来联动 所以 跟物价联动的东西非常多 好 最后一个 那个 主委长啊 你看今年景气怎么样 今年的 景气景气怎么样 景气 我们 就是说 2月17 最新公布 今年成长1.47% 当时已经下修了 0.85个百分点 去年呢 去年0.75 那你想去年这么低 那个基确期这么低 今年是要多 都很多才对 按照统计不管怎么样 即便是 status quo 你去年 跌下来了嘛 今年照理讲 涨上来 除非真的经济 更差 所以才 照理讲 你这一点都是比 跟去年比嘛 对对 对啊 跟去年比 所以 你就跟前年比的话 等于 几乎 非常少 这两人就没有了 免得是这样子 这个 可能统计上啊 你要有机会的话 跟社会多讲讲吧 好 谢谢 接下请李议元委员质询 主席 我们本院的先进 各位审计部主计处的先进 大家早 各位媒体大家好 主席我请这个林 呃 省记长 委员质长 主席我早 是 早 在提到我们家 这个业务报告一晚 这个 呃 财政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 还有这个内政委员会 的联席審议 党产 是 监察院就 呃 这个所谓不当党产 还是相关这个党产 这个议题啊 呃 曾经处理过 你了解吗 是的 给我们报告在监察院曾经 呃 有做一个这个调查报告过 在民国九十年 所以这个部分哈 我想 这个首先我看这个第一张哈 朱主席啊 朱立元主席啊 前主席啊 曾经说啊 已经归还了两百六十七项 这个争议性的党产 所以他说现在没有党产的问题 马总统说只要有争议 该还就还 主席长对这个 啊 因为监察院以前处理过 你可以说是监察院的 我们审计部的老兵 监兵 哈 也是最资深的 啊 这样的一个 呃 官员 就这个部分你的看法怎么样 是的 在监察院在九十年 他有成立一个国民党不当党产的一个 党产的调查 然后 啊 后来在九十三年 那么有一个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 他也成立 党产处理的这个 专案小组 而且 那么 而且他也做了一些网站 不过后来在九十八年的 这个一月十二号 那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 已经 停止运作 那么在后续就是 本部掌握的资料 就是在 呃 党产的部分 除了在监察院报告里面有讲到说 这个大部分在他们调查的时候 其实都 呃 已经 这个 这个 移转 或是出错给第三轮 所以 那么在 调查的时候 那么在 还在这个 根据那个调查报告里面 在所上的这个 好 党产的数据 那么 陆陆细细 这个数据当然 可能会变动 有争议 有在 分输的 但是 神经党我要的就是态度问题 因为我们解决这个 呃这个重大的争议 就是整个社会要寻求一个共识 我想目前大概整个社会都认为 这个包括 很多国民党的党员 也认为这件事情要处理 这件事情不处理 他们背了黑锅 哦 他们没开了 这他们本身并没开了这么钱啊 是面对的人花这么钱啊 把钱这么钱专掉 而且整个国民党赌的时候 他们也受害啊 他们这些人做国民党当完 他们也没尊严嘛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要当成是国家的重大问题 哦 我们以超党派 夸党派 以台湾的民主经理被深化 这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哦 所以 我们下一张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自由中国 在民国在民国四十九年六月一号出版的这一期 第二十二卷 第十一期的社论就写 国库 还没有 再往前回去 国库不是国民党的私囊 而且他是说 从民社党拒绝接受宣传补助费 说到国民党把国库当党库 早在民国四十九年 这是台湾社会的良心 台湾民主化之所以会进步 其实有这些良心的人 不断的累积一代接一代 一代接一代 才我们今天享受的这么自由的一个社会 我们感激他们 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良心的呼声 国库不是国民党的私囊 所以来到下一张 你看 有哪些经费 中央政府总预算公然编列 反共宣传费给国民党 国民党这国库六夺所得范围过广 方式过多 数字过大 已经无从计算 后面就以为天下是老子打的 这以前因为威权的时代 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不讲 但就前面这个部分 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一直延续过来 下一张 那么朱立仁主席 之前有讲过 党产的市值 这在2000年 2000年 大概900多亿 接近1000亿 这个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资产 有一个资产 所以来到这个2000年 现在就是2016年 也只不过就16年前 15年前 还有一千亿 再下一张 但是呢 这个资产的变化 从918进1000亿 第一次2000年的 总统大选 大概花掉了将近200亿 那从2000年到2004年的总统在大选 因为2004年认为 一定要取得这政权 可能开金大丁 从800多亿啊 一下子掉到311亿 花掉将近500亿 花掉将近500亿 那省机长 就在那一段期间 监察院 就在那一段期间 监察院 在受理这些事情 所以后来那个委员会 被停止运作 因为政党轮替之后 就停止运作 然后后来 后面这个地方 后来既就垮下的合力 每年从这个党库呢 驿助他政党的经营 十几亿 二十几亿 至少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不可思议 或者是荒谬 但这样的一个数据 什么样开启 我想值得社会共同来关心 值得媒体来报道 值得监察院来了解 下一张 这个就是后面所讲的 从2006年到2014年 我相信国民党的党员 也会很希望来了解 他们怎么样 他们的上层 怎么样花掉这些钱 这个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比例 下一张 那再来就是复联会 最近也是在 经常在讲的 这个复联会的 这个所谓的700亿 这个来源 主席长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针对你的了解 各位委员报告 我这边所上的资料 就是在党产的部分 在行政院 在93年成立这个专业小组 后来在96年 有结议要去打官司的部分 那么在本部队 当初行政院有结议 要提起诉讼的部分 我没有在做这个追踪的工作 那至于说这个 互联会跟金融社的部分 那么在我所上 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资料 我想这个也值得 这个主席长这边来了解了 因为整个国家的决算就是 审计部 就是监察院 那么这个是绕军捐来的 从1955年 因为台湾经济开始起飞 进口替代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这样的一个 来到台湾金 因为他们在那时 我们外汇存底 不断的累积到 4000多亿 每一块钱美金 要捐五毛钱的新台币 给妇联会 还有军人去有设 所以4000多亿 一块钱 都有五角 的台币 那就是 特别2000多亿的台币 大概理论上讲 五角 就除以一半 这样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支出 这中间 我想公平起见 我稍微把这个 说明一下 这是因为在戒严时期 由台湾省进出口 商业同业公会 基于爱国热忱 发起的 赖军捐款 所以就依据这样 所得说法第36条 每结婚一美元 就自动捐款 新台币五角 然后累积了这些数目 这中间 有的是有意义的工作 比如说 新建卷中 5万3000多户 华新国小 振兴医院 华市成立的营养成本 连连文化事业 总统这些事情 但是有的地方 就不清楚了 所以 已经闹军的 真正用到 军人或军券身上 我想这个社会 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不是的部分 多出来的部分 是不是应该归还给国家 这一点主席长 你的看法怎么样 是的 因为像互联会 它是一个人民团体 那人民团体 有人民团体的主管机关 那至于今天我设的部分 我们有注意到就是说 它在各地成立的 这个国际英雄馆 那么很多都是 国有的这个土地 无偿提供 那么最快呢 包括战用 或者是我们已经在督促 他们目前 大概都完成 租用的这个所需 那我想我们会注意 这个主管机关 那么对这个人民团体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监督 实际上 这个人民机关 国民党是人民机关 民进党是人民机关 在那个威权时代的人民机关 因为刚刚我所讲的 结会 而绕军圈 这样的一个状况 来到这个阶段 都应该要还给国家 要还给国家 就这个部分 我是认为 审计部 就很多的政府捐赠给 这样的人民机关 都应该都要归还 我想这个部分 希望这个 这个审计长这边 能够来注意一下 下一张 这个部分 大概现在大家 慢慢都越来越清楚了 至少还有610亿 这些 而且这还是公告地价 如果用市值来换算的话 这还是国有财团厨 真正调查的土地 我们希望这个 审计部这边 也能够追踪这些事情 好不好 再下一张 那另外 实际长 我们的作业基金 大概有几个 各位委员报告 整个这个特种基金 有105个 包括作业基金 包括这个 正数型基金 这个总资源 大概有多少 总资源 它的预算规模 其实一年有两兆多 收入有两兆多 注入有两兆多 规模相当大 规模相当大 但是所以说 就是说 我们的预算 大概一兆 八千亿 从六千亿 七千亿 一直到八千亿 大概在八千 现在在八千亿上下 如果这个部分的钱 如果能够好好的调度 是不是政府的预算 可以会比较活络一点 是的 确实委员讲的没错 就是我们也觉得说 在这个特种基金 那么包括他 有没有必要成立 很多业务跟 公务预算是一样 或者说他这个基金 本身的这个营收 金额不大 那我们在历年来 其实都有提供给 行政院 希望说他整并 这个相关的特种基金 那行政院 也有一些整并的作为 可是 他这个幅度并不是很大 那最快我们会继续 我想 实际长 这个该监 该大声急悟的事情 该比较用 常略的 明确的字眼的事情 都不用太多 包括这小额的 还不是影响经济 大额的其实对整个国家 两兆多嘛 这个我想这是一个 很严肃的议题 希望审计部这边 能够加强相关的职责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请余文如委员咨询 主席 各位大院先进 然后审计部 跟这个主计处的先进 大家好 还有各位美女朋友早 可不可以先请 那个审计长上台 请问审计长 审计长早 想请教你 就是说根据审计法 那审计部 是不是对这个地方 跟中央的财务 有监督的权利 是的 在整个政府 包括中央到地方 都有审计机关 来实行相关的审计工作 那监督中央跟地方财政缺失 是不是你们的责任 是的 这个我们在 有机查这个财务上维俗 最快的主折 那就 审计长 我相信您应该很清楚 就是说目前台湾的这种 中央跟地方的财政 有哪些缺失 在 在整个财政的问题我想就是 常常来国家的这个税收入呢 税入的部分都还不够来租应 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数的租出 所以在每年都依照预算法跟公共债务法规定 那么来举借这个债务或者设借收入 来益助 来作为财务上的一个调度 所以在这个债务的问题 那么 逐点累积现在已经在中央有五兆多的这个预算 那在地方的情况是另外有一个比较不正常 就是地方制度法里面 他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呢 因为很大比例是由中央的补助收入 那么地方政府喜欢在编列税入预算的时候 那么他没有照行政规定 就是说没有人给他文号说要给他多少钱 那他就估列一笔说 这个没有文号的这个补助收入 那因为他补助收入在整个税入增加以后呢 他整个税出就讲说 我有这么多的税入 我要做这么多事情 那公共债务法里面 几届债务是依照税出预算的百分比 所以因为他系列税入 就整个水涨床高 那么这个债务挤得多 那实际上金钱没有税入没有到位 钱花掉了 那该借的也借进来 所以就会发生类似苗栗县政府 因为审计部 后来在比如说采取强度的一个监督 透过监察院来纠正 然后行政主席总处跟财政部呢 那么他们也发挥在上级器官的监督前 所以在多管旗下呢 那么目前对这个地方政府 系列税入议算已经有一个有效的一个 这个督促跟这个拓屏居住 我想在地方的这个财政 最问题最大的就是 系列税入议算 然后公共债务17争最快 那么透过苗栗县政府最快 对强化财政纪律 那么已经发给这个地方所长一个很大的 警惕的一个正面作用 我想在这些地方所长 没有一个人想愿意当第二个苗栗县县 县长来发生跳票的情况 谢谢沈记长 本期当然很肯定 沈记部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对于财政问题的这种监督跟集合 还有这个建言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像这样子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刚刚提到中央的 这个负债大概5兆多 5.5兆 接近5.5兆 潜长 潜长负债大概18兆嘛 那这些问题 尤其刚刚沈记长你也提到 就是说这是跟这种 虚边税出有关 虚边税入有关 那像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要承担 必须得承担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包含本席刚出生的小孩 一出生就要背负24万的国债 这么严重的问题 假设有个人要承担 我想请问一下沈记长 你觉得他应该是犯了什么罪 是的我想在 其实政府要编列议算 那么议算包括税入税出 还有他几届债务 依照法令规定都要拓列议算 那这个议算都经过各级 民意机关来 审议通过 那么在审议机关 我们是监督他的议算组行 我问的不是你们审计部的 不是问你们审计部的 我说假设有一个人 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责 尤其刚刚提到 税入预算的浮边 那这个人他应该要 就是要负担什么罪 我想在税入预算的浮边 是在地方政府是比较普遍 那个地方政府包括他 在编列预算的单位 他没有依照行政 审计长你不要把责任 丢到地方政府 好像台湾的这个财政问题 只是地方政府要去负担 根据你们2014年 审计部的专案报告 你已经讲出来 这个人要负责 你说 按经监察院调查郡市 就部分地方政府为米平预算收支 规避公共债务法之在线规定 同时创造虚假税入与税出项目 操弄在线比率 行政院主计处 为查处纠正 又该总处虽定有 县市政府序列 税出预算认定标准 意味弱实之心 这句话很明显的 就已经点出来了 问题是在主计处 主计总处对不对 他应该是什么样罪 这一块其实 你有弹劾他了吗 主计总处 那么是经过 我们提报监察院 监察院纠正 那主计总处来订定 这个网上补了 订定这个疫情表 那个疫情表 发挥很大的效果 像说苗栗来讲 他本来的一年的税出预算 有400亿 现在降到250几亿 那么其实也是主计总处 根据这个疫情表 那发现有系列的话 就扩减他的补助款 那么在主计总处 财政部跟本部 一起多管齐一下 那么让这个地方政府的 这个财务秩序 慢慢把它扭正 我知道沈记长 你非常的客气 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说 谁有罪 该什么罪 没关系你先回座休息 谢谢 那我想要请这个 主计长能够上台 好 沈记长请回座 谢谢你 前师主计长 谢谢 服务人好 沈主计长 我想请问一下 主计处在这个财政 政府的财政预算 编列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对于地方预算的 编列执行 事实上我们也都 加以考核 那刚沈记长也提到 事实上我们也 就是发现地方政府 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从100年开始 就建立这个预警的机制 那而且不断的检讨强化 那么地方做的不好的 我们当然是透过 补助款来予以扣减 那并且呢 就是对于 就是说这几年 我们也不断的强化 就是说像103年度开始 我们就会事先 请问一下 只有考核吗 台湾的这个预算的编列 税出是由财政部来负责 那税入的部分是由主计出 这在法律上面都规定的很清楚 刚刚沈记部部长已经说了 现在我们财政 尤其是像苗栗仙政府这个案子 最严重的问题 是因为它虚裂税入 来就是 增列一些不必要 就不可能有的补助 那我想先问 主计长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刚这个 卢秀燕委员也提到 你跟随马总统这么多年 真的是受他敬重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大帐房 可是我们看台湾 你身为台湾的大帐房 这八年来 我们的这个财政 是一直不断的上升 你是不是就是一个 橡皮图章而已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 把政府上任 事实上受到全球 金融海啸冲击 所以我们不得不 编列相关的 八年这么久吗 那六三三的 分别人怎么喊出来的呢 重新经济的 特别预算等等 所以我们的景气 从负成长到 后来到正成长 就是八年 本来负成长 后来到第二年 成长十点多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 就是说 会从跟财政部一起 就是说 财政健全方案 事实上这几年来 我们的税入税出的差短 已经从98年的 4300多亿降到 去年的1600多亿 你是在睁眼说瞎话吗 本身上有一个数据 事实上就是如此 你可以看到 我们每年财政的数字 都在飙升 我们的GDP 一直都是维持 非常缓慢的成长 根据我们预算法的编列 我们国家财政的 这个数字 是要根据GDP 来做一个配合的 GDP平常成长 平均只有2点多 你的财政市值 可以不断的上升 你是睁眼说瞎话吗 还是就像刚刚委员谈的 你就是冰冷的数字 你根本不知道 台湾真实的状况 所以害我们做出错误的决策 不会 差短这几年逐年下降 那在乎未长预额 占前三年GDP的比例 降到35.1% 事实上已经连续四年下降 这个财政呢 我们事实上在筹编预算的时候 都会兼顾 我们台湾财政好棒棒了 为什么2015年的 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往上飙升呢 我再问你一下 各地方政府的主计人员 是不是有主计总处派遣的 是 所以主计总处是一条边嘛 对不对 那各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这么烂 你们有没有责任 我们事实上地方政府的预算 制成一个总预算体系 预算编制之后送到地方议会 也受地方议会的监督 那但是呢 地方预算的编列 你要发钱 他们大家都好棒棒啊 你该有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要加强的兼顾 你就一直在发钱吗 这种职位我也可以做 像刚刚委员讲的啊 你这么好做我也可以做 我也可以做主计长了耶 只要发钱就好了嘛 没有 我们都会兼顾经济成长跟财政文件 然后各部会的 主计长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是 省记部已经在 已经已经针对这个 苗栗县政府的这个案子 提出了非常多次的这个 建言跟这个 送去监察院弹劾这部分嘛 我想问你 主计处这边 包含各地方县市政府的主计长 主计人员 有没有谁收到财阀 事实上我们都加强控制 像财政 这是没有嘛 苗栗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也 这几年也都有扣检相关付出版 是把关的人 但是这些事情都跟你们没有关 放任我们台湾的财政这么烂 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这几年都加强监督考核 那地方做得不好了 我们也扣检相关的付款 希望之后再给我一份报告说 怎么样去检讨主计处的问题 谢谢 好谢谢 我们下一位是王龙章委员 那在王龙章委员发言之前 我征询一下我们委员会的各位 是不是王龙章委员发言完了以后 我们休息个五分钟 让官员上 没问题 来会员 没问题 好 那我们是王龙章委员 请发言 主席麻烦 对不起 没有 好 主席麻烦我请 我们始组记长 主席长 王委员好 主席长您好 我想我刚刚很长的时间在听 您跟 我们很多的委员在寻达 那我想您一再强调我们的财政状况 是 建区理想 建区 好转 但是我想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我们的财政纪律的败坏 那然后我们在整个所得分配的这个部分的恶化 在过去八年之间 我们的就是说举债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概已经不是知识的这个部分了 大概是我们的民众尝试的一个的部分 您刚刚回答委员的质询然后表示我们的所得分配就是说越来越好 好 就是说的那个差距的话在缩短 但是我想您应该会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事实上 这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有的收支 我们在就是说收支上面的的话做了调整 好 就是说的移转性的收支的一个结果 好 那移转性收支里面的的话 我们租税产生的就是说效果越来越差 那其实我们都是靠我们的社会福利来做就是说贴补 好那是经过了这样子的调整的结果 好 所以自然跟20分位数的这个部分有很明显的一些差距跟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的的话您大概都都了解 那我想这个大概不是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或者言语的就是说技巧 可以就是说改变或者是改变国人的就是说观感的 我想我今天咨询的重点不在这里 那我想更近的来谈的话 就是说刚刚谈到就是说移转性收支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要有就是说相当或者是足够的就是说经费 我想要跟您就是说来讨论的就是说 不晓得就是说主席长对于我们在社会福利补助经费里面的就是说定额设算的制度 那在这个部分从民国90年就是说开始执行 那前为止您对于他执行的成效满意吗 这委员很关心这个问题 那因为这个我们每一年都会邀请中央相关的部会 还有地方政府还有有关的民间团体 大家共同来讨论 那当然委员很清楚这是依照有关的公式去设算 那每年 我请教您的是15年来 我们整个的就是说经费的规模从105亿增加到现在的275亿 增加了将近150% 那它的成效跟结果您满意吗 我想就是说当在 因为这是大家共同讨论的结果啦 所以当然就是委员有建议就是说看看 所以作为主管机关的话您也无从满意跟不满意 然后也无从就是说来做调整跟改变是不是 倒不是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会商的结果 那当然是尊重讨论的结果 那我再更直接的请问您 它主要的就是说目标是为了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它很主要的就是说平衡全国各区域的发展 拉近不同区域社会福利水准的差异 您结果它有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吗 就是说这个分配 当然我们是很希望就是能够合理分配啦 达到这些效果 那现在的分配合不合理 那我刚讲因为理论上应该是要合理 因为这是大家共同讨论的结果 那当然如果有发现有问题的话 只许你都问不到就是说答案的 好那我再进一步的来问 刚刚有委员就是说提到 就是说你也回答 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地方政府序列收入 包括中央的补助款 就是说在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文昊 告诉他有多少的预算补助 他自己就序列收入 所以在90年这个设算制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会在地方政府编列概算之前 他就可以知道在来年 中央对于他的就是说社会福利 教育还有就是说基本设施 这三项到底会有多少补助款 好让他们能够就是说量入为初 然后定定优先的就是说相关的绩效 好但是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好它是原来就是设算制度 非常主要的一个精神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 好我们有太 就走回去原来逐案逐项 好这里面包括十年长照计划 社区关怀据点 那然后另外包括生权法 老夫法 儿少法 社会救助法 特定家庭条例等等的 就是说这些一旦修法了之后 所增列的就是说相关预算 我们没有再回到原来的规划里面 都变成就是说 由主要主管机关编列 逐案逐项补助的回头路 本性要请教我们主记长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我们认为地方政府 没有办法负起他的责任 社会福利是地方自治事项 他没有办法负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我们只好就是说 名存实亡的实施设算制度 把它拿回来 在中央的这个部分都控管 还是说 我们的中央 就是说相关的机关 为了要掌控资源分配的权利 所以把计划型补助款 就是说拿回来 把它借着就是说计划型补助 要拿回主导权 是什么原因 请您回答 事实上我们当然是很希望 合理分配 那当地方政府 他一设算结果 或被补助款 地方政府 他还是会横着 他实际需要的情况 连同他自己还有 不是 在本来设算制度的情况里面是 我预估 就是说需求 那然后我用合理的 就是说公式 所谓合理的公式 在年度之初 就分配给地方政府 他的年度之初 他就可以知道 他事实上可以得到多少补助 也就不再产生 您所讲的 就是说序列收入 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 那然后他完全可以掌握 他可以在补助款的这个部分 得到多少钱 他可以因为需要 然后来做施政 现在我们又走回来 用主案主项的方式来做补助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整个的涉算制度 名存实亡 那当跟委员讲 委员很关心像那种 长照这种比较大的计划型 事实上这一块 我们会是在部会里面 来专项来做一些检讨 来编列的 我识问你去答 然后说一个故事 给我听 好那我再问你 好 这个是你们自己 在这里面就是说发展出来的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他总体 其实一般性补助的这个部分 本来就是地方政府 他可以分配到的钱 那在这里面 我们在实施所谓的 指定办理施政项目 也就是俗称的备忘录制度 那在这里面的话 要求就是 限制地方政府 这个指定 这个几项三到 刚刚委员非常清楚 三到五项 这也是这些年 各部会 要求 就希望能够 因为 有时候在推动很多计划 所以我们主计总处是 从善如流 各部会认为应该如何 这其实也是财政纪律的一部分 没有错 就是说 那个各部会 当然也是认为说 然后这也是法规的一部分 你可以讲就是说 各部会要求 期待 希望 想要 想望 所以我们就做这样子的改变吗 那也是经过大家 共同讨论 所以您的一向的 刚刚我一路听下来的情况就是 大家共同的 期待 想要 然后所以 好 您既然讲 就说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在 全度里面的话 指定市政项目里面 有一项 叫做 健全老人友善环境 促进社会参与服务 名称很 很冠冕堂皇 重点就是在 修缮老人文康中心 的经费 我们重要要指定 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里面 编列优先执行 请您告诉本席 他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 老人文康中心的修缮 老人文康中心 不是老人常造的设施 他的修缮 为什么我们要在指定项目里面 其他的钱你们都不管 这个钱要优先编列 原因跟理由是什么 你们会同意这样子的编列 应该是部会提出来的 跟委员报告 这个 这原来也是卫福部提出来 所以 所以通通都没有责任 通通都是别的部会提 你的主管业务 别人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倒不是 因为我们是会商 会商有关机关 我大概了解 怪不得刚刚 我们卢委员 我们卢召集人 召集委员 然后讲 您可以有八年的 是我们执政团队里面 寿命最长的 所以就是说 你一向就是 从善如流 大家怎么说 然后您就怎么做 长官怎么指示 您就怎么样子 就是说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国家的财政纪律 败坏到这样子的 就是说地步 您应该是要执掌 主管我们的财政纪律 但是今天 我们 就说您是用这样子的 就是说态度 在执行我们财政纪律的 怪不得我们今天 变成这样子的情况 不会不是你讲的 历史会证明 是历史会证明 我们事实上是在持续努力 那委员有建议 我们也会在 下一次会商的时候 再做检讨 好 主席长请回座 那我们在休息之前 向所有的官员 在补充介绍我们两位委员 第一位是我们的费红代委员 大家应该都认识他 那再来是我们的 陈奈树美委员 好那我们就 休息五分钟 给大家上个洗手间 我们五分钟后 我们继续 那个业务报告跟打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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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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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